漂亮 还有一丝丝血真是 给他留住了 加特林和这个大兵挺厉害的 他们的火力比较强 远程伤害什么的都可以 而且这个大兵会刷子弹 就会制造子弹 这个挺强的 就是对咱们弹药有很大帮助 正好是夜晚 咱们先把这些补给补一下 我这个特殊人物能不能保留住 其实他血量大 每次咱们给他吃血的时候 补充也不是太多 慢慢去蹭的 能给他消耗补回来 其实就好一些 多维持一会儿 对咱们也是有帮助的 那个黄头小姐姐呢 过来呀 来了来了 他身上那把剑伤害挺高的 比那个带血的剑好像还厉害点 刚才餐馆就没有厨子了 看这个餐馆有没有 餐馆基本的布局都差不多 就看里面有没有厨师 基本餐馆里头只有食物没有别的 也不会有一些血压 还行咱们得到了一个厨师 小黄毛死了一个 小黄毛死了一个 也没办法都是残血 你看这关就会有这些壮壮的僵尸 或者跑的快的多一些 咱们到了这个森林了 这真是极限跑啊 有很多休息的地儿 咱也不敢去 然后每一次就是得冲冲冲 直接冲到这个安全的地儿 三连的路也是比较复杂 咱们左下角的小地图会有一部分展示 就是咱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一些是死路的地儿 就不去走了 因为确实难受 有时死路的地儿僵尸特别多 也会给你堵在里面 你看这样要走上面的话就不合适 但是我好像错过了一个红 看看 行咱们能在房子这儿去休养一下吧 太难受了 刚才要是正面冲的话 我估计就全军覆没了 木头房子那儿僵尸也是特别多 它就跟手关卡似的 留下买路财 留不下只能要命一条了 食物基本就减够 一个也不能少 我觉得这把还行 咱们存的物资还算比较多 因为人物消耗也少 现在咱们人也不多 尽量把这个子弹和食物都给它捡充足了 能捡的地儿一个也不落去 你看这个位置其实现在还好一些 因为刚才僵尸被咱们引了过来了 咱们就可以能够从小木屋这儿稍微罩一下 但是这边还是有一些僵尸在冲吧 看看能不能冲过去 没什么问题 看看地图 看看地图 走上走下 好像是走下 还行 还行 这块僵尸少 咱们去绕一下 能绕过去 看看能不能绕到安全的 这个木头屋子这儿僵尸有一步 但是我又死了个小子头发的小姐姐 行 反正人物也是不断的会加 前期消耗也没办法 厨子也没了一个 都是残血的小弟弟了现在 好难受啊 跑吧 跑吧 基本快到了 又加了一个人 前面有雪包 这个有时判定的范围挺广的 你只要靠近他 他就会加入你 其实离的也不是太近 有时候不想要的时候也会被收编到里边 没事 咱们先拿一笔的小弟去扛一下鞋子 也只能这么大 刚熟来可能就消失了 行了到路面了 头里基本就有一些 补给的地方 但是咱们赶上晚上 像是都是包裹状态 还是得注意安全 然后感觉不应该进这个厂房子 这里头整个被围着 但是有一些子弹和食物还是挺好的 天亮了也是救了我一命 天要是还是黑着的话 估计就会被堵在里边 估计就会被堵在里边 其他的这些草啊 边边边边上这些小咖喇之类的 咱们就不去看了 因为太危险了 这个残血状态 好尴尬 快跑吧 基本现在要是不走的话 以后会被围着 我的特殊人物没了 只有这几个人了 加特林带领的这个残血小队 看看能不能 重新 能不能重新活过来 雪药雪药 我这一下补上来好多 这个真是天堂 这枪的地方真是好地儿 但是咱们的人物不是太多 但要是枪分配齐了的话 我觉得威力会特别大 这个狙击枪可以穿透 就每次一打这一片的 这一六人都会有伤害 喷子能捡呢 喷子也捡不了 可能身上的枪都带够了 毕竟咱们就只有这几个人 走吧去找新的小伙伴 目前人数来说确实太少了 把人给我补回来 正好咱们补充一下武器 去精炼一下咱们的队伍 把这些人基本都升到三级 然后咱们再慢慢的扩充 应该会更好一些 人少好控制 而且经验可能说长得更快 但是应该是多数的咱们要把人给扩张起来 因为他到就是比如过这关最后关卡的时候 还会迎来一大片的僵尸 咱们也得靠人海去增加伤害 去抵挡这些攻击 等一下 等一下时间吧 不等 不行再回来吧 冲不过去 还是等白天再出发 我的紫头发小姐姐差点就去掉了 还是死在这 加油加油 这几个人千万别被围 我们还有一个冒篮火的加特林了 对吗 坚持坚持 应该没问题 头里这个大直线的话 应该会到终点了 这关会不会就结束了在这 那咱们得对付这个尸桃啊 大量的僵尸会冲过来啊 看看咱们这个几个人这是 咱们六个人能不能抵挡住这些伤害呢 我这个boss也挺厉害的 他是这种带伤害的boss 然后也会追着你打 不像那个大胖子只会铲僵尸 还行还行消耗的差不多了 好嘞有补充了 枪也有了 还有两个大兵 捡了这么多子弹和补给 太棒了 下一关来说 咱们这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这些枪可惜了 咱们队伍没有那么多人啊 人要多的话 这些枪咱们也能留住了 嗯 又来了一个新人 咱们让他去先捡一把枪 毕竟这些枪 在一般的家里头 是搜集不到的 挺好的挺好的 迎来下一关吧 咱们明天见小伙伴们